各位委员 有请部长还有局长 请业部长吴局长 郑委员您好 部长好 局长好 这个上次我在这边咨询有关这个铁公路 花莲 花东 花莲地区铁公路的一个连运 这个我们公路总局啊 这个也很快的在10月21号 召开了这个协调会 但我看了这个协调会啊 并没有一个很有建设性 或者是有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我在这边先说明啊 这个我们恐怕是先找个点 来示范看看 我们就以一里车站 一里车站 他下车当然除了一里的人下车之外 大概就是很多都是往城宫 台东的城宫 还有长宾 会走一场公路 一场公路 如果我们以这个火车的班次啊 台北到一里车站 下车的班次啊 有停靠的班次啊 有11个班次 11个班次 那现在顶东客运呢 有从一里往成功的 顶东客运呢 他只有三个 三个车次 来回这样三个 那有接驳的啊 有接驳的啊 有接驳的三个班次 车次 有接驳的只有一个 就是中午11点36到达一里车站 然后12点02 有一个车从一里往成功 这个有接驳 接驳大概要半小时了 有的只有五分钟十分钟 那很危险啊 那个绝对是来不及啊 有的 有时候会误点嘛 半小时是 这样的一个时间 的接驳是 是可以的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 11个火车的班次 那 这个顶东客运呢 只有三个 三个班次 三个班次 然后只有一个是有接驳 能够接驳 其他都没有啊 我们具体的来去 恐怕是要去 当然第一个 要请部长 要跟铁路级 一里车站啊 那边又有一个 怎么样去调查 了解 里克下 一里车站下车之后 他是在留在一里 还是会往长滨跟成功 这个恐怕要做一个调查 而且如果我们以 一般的一个状况来看啊 如果从台北要 回到台东 成功跟长滨 通常啊 都会做这个 在台北是 11点 在台北 23 23点 就是晚上11点 晚上11点那边 到一里车站呢 是4点30分 4点30分 以现在的状况啊 他必须在火车站 如果他要回成功 长滨的话 他要在火车站 一直等到 第二天的早上 8点02分 才有顶东客运 去回 去 可以 开车 开车过去 所以不一定是要每天哦 我认为是先调查 好 怎么样调查就去嘛 你比如说礼拜五 礼拜五 这个班次 到底下车的 礼拜五晚上 然后到那边是凌晨 就是也就是礼拜六凌晨 4点30分 到达一里车站 你就调查 到底有多少 是要往成功长滨的 这样的话 也许就是 不一定要每天 是这个班次 也许就是 固定礼拜五 那就有顶东客运 或是花联客运 来去接驳 也许就是在 4点半到的话 差不多5点 这个时间 会是一个适当 因为有时候 会有5点嘛 5点 那就可以 开往成功长滨 这样的一个规划 就会能够让 因为会坐火车 然后又还要 往成功长滨 那通常是没有车的啦 没有车的 他就是要做这个 而事实上 也应该鼓励 大众捷运嘛 开车也很辛苦 说话公务也不方便嘛 所以这样的一个 铁路级跟公务级 必须先要合作 然后怎么样去协调业者 协调这个客运业者 该增加了就增加 不一定是要每天 是不是往这方向去努力 我想我们可以拿预理站来 先就照委员的建议呢 先做个调查 看看他需求怎么样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公务业者这边 可以做什么样的配合 或者是怎么样设计 我们先拿预理来做 做一个study 做一个 做一个实验 然后了解一下 然后如果预理能够做得很顺利 那我们可以慢慢再推其他的车站 这样好不好 因为我自己过去 有怎么样的经验 以前我在台湾省政府上班的时候 中心新村 常常要坐夜车 从瑞岁到花莲 然后到这个台北车站 到台北车站是早上五点多了 凌晨了 五点多 然后要从台北车站要往中心新村的 这个 不管是中心 早期的中心客运 或者说 后来的国光客运 都要等好几个小时 就是在火车站那边等 或是在公路 公路级的那个 车站那边等 这样的一个辛苦 与今天这个 我们刚讲的 凌晨四点三十 来到八点 四个多小时 这样的一个时间 这么漫长的时间 对于民众来说 非常非常不方便 所以这个 部里面 能够协调交通 这个铁路级跟这个公路总结 好 先协调好之后 调查完之后 就可以协调这业者 怎么样 好了 我们先来调查一下 好 接下来 这个台九县的花东公路 台九县的花东公路 从花莲到台东 这个透宽的工程 加工部到底有没有一个 有系统的 或是有规划 或是有计划性的 这个是一个中长期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 在那边在推动 这请局长来说 好 我想这个花东公路 透宽工程 我们现在就是说 先从那个瓶颈路段 先来做了 比如说 现在这个 235K到237K的南平到凤林 这个 那么 还有这个 284K到285K的 大椅段的北端 那么大概明年一月 就可以来花苞施工了 明年一月 明年一月 那其他路段 包括木瓜溪桥啦 万里溪桥啦 还有这个 这个马太安溪桥 还有整整 大概会从这个 如果没有争议 也不需要办环差的话 我们会陆续从104年开始 那么来 来 来推动 这样子 对 我们有一个节奏在那边 配合议算可以编内的额度 这样子 是 有建议的去做 还是要有预算的去做 有没有 我们 我们会照 有没有需要有一个 做长期的一个计划 对对对 我们会 会尽量来 按照我们刚刚报告的这个来 有这个节奏来编 议算来做这样 因为我们 中程计划 概算的这个额度 也有一定有限嘛 那我 但是我们 会持续的去做 对 会持续的做 所以没有计划性的 不是 它是一个计划 我是建议的 就是说 它是一个计划 你总是要有一个 你本来就要做嘛 对对对 你本来就要做 对 是不是能够定出一个 哪几天 第一 中期中长期的一个计划 agenda送给委员来参考 对 是有个中期计划吗 对对对对 几年到几年的一个计划 我们是希望说从102年到107年 07年 对对对 对 这个是包括到台东的 到花林县界 到花林县界 对对对 那台东这段呢 当然那需要还平 还要还平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还是要有个计划性的 是 毕竟它是一个 需要改善的 是 对花东的一个 因为这毕竟 我们所所期盼的 花东快速道路 这个还要蛮长的时间 对这个优先要做 对对 尤其是这个未来 苏阿凯通车之后 是 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做一个 好的配合的话 那整个交通的混乱 或是交通所产生的 这些障碍 或者是甚至农产的 一个运输 以及尤其是这个 相关的医疗 因为中南 花年的中南区的医疗 非常非常欠缺 还是需要 这个快 那个最起码是一个 呃 拓宽之后的一个 呃 花东 花东公路 是 是 就希望你这个 好好的去去推动 是一定 最后一个 这个我还是要 跟部长 因为前面前任的那个 毛副院长当部长的时候 他就说希望把 瑞税到 封滨的瑞港公路 瑞税到封滨的瑞港公路 现在是香道了 现在是香道 然后 当时 毛副院长当部长 希望说 县政府能够 把它提升为县道 提升为县道之后 就有机会 啊 由中央来协助 来协助 这个 这条路啊 江院长 在七月份的时候 今年七月份 亲自走了一趟 啊 所以公务总局 交通部这边要 好好的去 后续的一个推动 让一个行政院长 我怕中华民国 第一个行政院长 是走那条路啊 啊 能够既然去走了一块 他去亲身体验了嘛 这个我跟郑委员 非常务实的报告 这个可行性 因为 他香道 虽然升格到县道 因为现在 我们立法院这边 有一个决议 那 大概到明年 也只剩下 两个县的县道 会由公路局来代养 那到后年 可能就全部都还给地方来代养 那所以他 这个139 如果是县道的话 那现在已经是花年县 在代养 所以 我 如果他不是省道的话 我大概是真的是 没有办法 有任何空间去帮忙 他们代养的话 就不能补助吗 那生活签大陆那些呢 如果说改善的部分 可以提生活签计划 那是我可以协助的 对对 但是说我养育的话 我做不到的 不是要你直接还养啦 还是希望能够 中央能够协助 因为花园县的财政 可以是一个办法嘛 那我们欢迎花园县 这种赶快提一个生活签计划 所以你们要协助他们 是 是 协助他们 而不是直接告诉他说 我这样我就 你还是要有代养 他认住啦 他以为 你这样的工资给他 他认住啦 他认为对他毫无帮助 好 我们来协调花园县政 如果他有需要走生活签计划 就要赶快提出来 有需要 就好好协助他们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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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